到深夜的這段時間 會逐漸接觸到台灣的東北部跟東部的沿岸 隨後可能在深夜的時候 逐漸通過登陸並且通過台灣北部陸地 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清晨到上午的這段時間 進入台灣海峽北部 因此從今天到明天這段時間 將會是這個颱風影響台灣最大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的提醒是 這個颱風在接近台灣的過程當中 它的路徑可能會有一些擺盪 甚至是打轉的一個現象 所以除了登陸附近 機率比較高的宜蘭地區 要特別留意颱風 眼強的強風好雨清晰之外 我們也不排除它陸近稍微往南偏的時候 也可能會為花蓮地區 尤其是北花蓮帶來 非常劇烈的強風以及好雨 要提醒當地的民眾 要特別留意颱風動態 並且做好防台的準備 而隨著颱風的接近 其實在各地的風跟浪 都已經明顯的增強 我們從今天上午的 觀測資料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是平均風的分布圖 超過黃色的地方 就代表平均風已經來到6級以上了 那隨著颱風逐漸靠近 除了東半部 開始有些比較明顯的 震風出現之外 尤其是西半部的沿海 還有澎湖 也已經出現了滿強的震風了 那目前我們在人工的氣象站 在蘭嶼有偵測到 11級的震風 在澎加嶼也有偵測到 10級的震風 那我們預計 這樣子的強風的分布呢 在今天上午 雖然都是在沿岸 但是隨著颱風的 逐漸靠近 我們可以看到 從今天下午開始 包括內陸地區 也會開始有強風出現 我們預計在今天下午 在整個台灣的沿海地區 普遍都會有 10到11級的強震風 尤其是在颱風中心靠近的時候 大概在今天晚上之後 宜蘭甚至是北花蓮附近 受到中心附近 劇烈的雲帶影響 可能會有13到14級的強震風出現 這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而另外一個要注意的重點 是降雨了 我們從雷達回波度上面 可以看到 在過去這段時間 颱風的環流影響 主要是針對北部 跟東半部帶來的降雨 是比較明顯 目前的累積雨量在太平山 已經超過了370毫米 達到大豪雨的等級了 那在最近幾個小時 在中部跟南部這邊的 回波雨雲也明顯的發展起來 因此在這幾個小時 反而是在屏東這邊 試雨量有超過50毫米 我們依據隨著颱風 逐漸的靠近 除了北部跟東半部 風雨會增強之外 中部跟南部的風雨 也會顯著的增強 所以在未來這一段時間 我們要特別注意 是在白天各地的風雨 其實明顯的 顯著的增強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 颱風天青城颱風登陸的時候 尤其是各地都會有 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會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區 我們不排除 可能有超大豪雨發生 到了明天颱風進入台灣海峽之後 西南風帶來非常強旺盛的水氣 所以西半部甚至包括台東 也可能會有非常明顯的降雨 整體的降雨 預計要到26號之後 才會逐漸的緩和 但是在26號當天 中部跟南部 可能還是會有局部性的豪雨發生 所以最後呢 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在未來幾段時間 要注意的 今天白天是整個風雨 增大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預計風雨最大的時間是 今天晚上到明天青城 全台灣各地的風雨都比較劇烈 衝擊最大的地方 當然就是中心會影響到的 宜蘭跟北花蓮一帶 到了明天白天 颱風進入海峽之後 宜蘭花蓮風雨會略而減弱 但是西半部的雨勢 還是非常明顯 風也還是非常明顯 那整體在本島跟澎湖 大概要到26號之後 風雨才會有緩和的跡象 但是25號26號 颱風比較往華南一帶接近的時候 金門跟馬祖受到它的影響 也會有強風跟好雨出現 這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因此我們現在就是 颱風影響台灣最大的時候 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覺 做好防海準備 並且多關注颱風消息 以上是今天中午的颱風說明 台灣中午的接近 小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